向着东北方向不到半个时辰的飞行之后 他们已经飞到了三浮阵的上头 远远的 这间下方屋子连绵 一座连着一座 小灰看到已经是兴奋起来 口中吱吱叫着 向下指点 鬼历是微笑着 好了 我们这就下去了 清光闪动 在空气中发出嘶嘶锐响 从天而降 落到了三浮阵的街道之上 但刚一落地 鬼历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 小灰从他肩膀跳起来 伸手抓了抓脑袋 四下张望 显然也有些困惑不解 片刻之后 似乎他也感觉到了什么 三只眼睛中同时亮了起来 口中吱吱叫着 面上的神情有些紧张 眼前的这座三浮阵 看上去 仿佛已经成了一座 空空如也的空阵 周围的房屋 大部分还保存完好 只有少说的几处 看出被损毁的地方 但整个城镇的人 却都完全消失不见了 死一般的冷记 笼罩在这个小镇之上 鬼历是横了一下 心中多少明白了几分 不用说 这儿变成这个样子 多半是受邀 好邪的缘故 震神的人们 要么就早一步向北方逃去 如果逃得慢了 多半也是难以避免 成为受邀口中食物的命运 好好的一座小镇 变成如今这等模样 而想过去 此刻的神州浩土之上 又有不知多少城镇 是这个样子呢 远处有风吹来 在街道上吹起了些许风沙 在这般暖和的日子里 吹在小镇的风 似乎也是冷的 小灰似乎有些不安 靠近鬼历 同时向四周看着 鬼历俯身下来 将小灰抱起 低声说了句没事 小灰的眼睛眨了眨 似乎和鬼历待在一起 也安静下来 鬼历深深呼吸 抬脚缓缓向前走去 小灰趴到她的肩膀上 不再吵闹 静静地向四周张望着 小镇上除了风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鬼历信不走去 街道走完了一半 只见各家各户 有的门窗紧闭 有的却是房门洞开 不知道是不是被妖兽 闯了进去 只不过一路之上 并没有看到人的尸首 看来这里的百姓 是事先得到了消息 多半都向北方逃走了 便在这时 忽然 一阵冷风吹过 街道左边一扇 摇摇欲坠的房门 碰的一声掉落下来 砸在地上 发出响亮的声音 在空气的街道上 回响着 鬼历和小灰同时转头看去 只见房门背后 一直手臂无力地落在地板上 一动不动 同时空气中 隐隐有一股血腥的味道 鬼历向那个方向 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头继续向前走去 小灰趴在鬼历肩头 却时不时地向那只手臂张望着 以前鬼历呢 也来过三福镇几次 所以对这里情况略知一二 他缓缓走着 沉默地拒咎 然后开口说道 前面我记得 有家酒馆 我们去那里吧 或许还能给你找找吃的 小灰叫了两声 脚步踏在街道的声音 此刻听起来似乎特别地响 冷风从背后一阵又一阵地吹来 很快地顺着街道 他们来到了那间酒馆前方 酒馆的招牌 已经从门槛上掉落下来 翻在门口蒙上一层灰尘 鬼历看着这个不知名字的木匾一眼 踏了上去 在上面留下一个脚印 忽然 小灰发出嘀嘀的叫声 盯着这个酒馆里面 鬼历的身子突然停下来 片刻之后 从酒馆之中 传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是受邀吗 这是鬼历的第一个反应 只是这个吼叫的声音 听起来却似乎有几分熟悉 小灰忽然发出一声尖叫 向酒馆里面窜了进去 鬼历吃了一惊 不知道小灰为何突然激动起来 但向来和小灰和他之间亲密之极 可以说是唯一的伙伴 不管如何 他不能让小灰独自一个人 去面对酒馆之中神秘的事物 眼看小灰转眼就没住酒馆 鬼历的脸色一变 身影晃动 已经是追了进去 下一刻 他出现在酒馆之中 当他看清楚酒馆之中的事物之后 却不禁为之一正 酒馆之中四下凌乱 锅碗瓢盆丢的到处都是碎片成堆 原先的桌椅杂乱地摆放着 少数还有完好的 桌面上椅子上 看得出有厚厚的灰尘 但就是这么一间破败的酒馆中 在酒馆中间的一张 还算完好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壶酒和几个酒杯 旁边坐着 却是一个身着鲜艳丝绸服装的少年 而他和鬼历之间的空地上 一只怪兽和小灰对峙着 模样是猙獰可怕 吼声低沉中 略带一次惊恶 正是那恶兽 陶贴 竟是在那只荒山野岭森林之中 和鬼历相遇的神秘少年 陶贴伸着长长的脖子 瞪着自知同龄大的眼睛 盯着小灰 但小灰的表情却没有刚开始那般紧张 饭儿有着几分兴奋的样子 口中吱吱叫着 咧嘴而笑 他慢慢走上前去 却是想用手摸摸滔贴的脑袋 滔贴是低吼了一下 显然对小灰这个动作有些不适应 小灰顿了一下 三只眼睛眨了眨 绕着滔贴恶手的身体走了两圈 从左边走到右边 又从右边走到左边 滔贴长长的脖子转动 跟着小灰的身子转来转去 口中不时的发出几声低吼 但听起来 低意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显然对这只三眼灵猴 滔贴居然也有几分好感 这事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难得一见 一直和他一样贪吃的家伙 所以才如此另眼相看呢 这时那个少年也看到了鬼力 坐着并没有动 但神情似乎是震了一下 显然他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儿还会和鬼力相见 不过他很快地恢复了正常 微微一笑 冲鬼力点了点头 鬼力心中吃惊的程度 并不比这个少年小 而且此刻心中 对这个神秘少年的身份 是更加疑惑 能够在这样一个死寂的 小镇酒馆中出现 此人来历不问可知 大为诡异 这时候 小灰已经靠近滔贴 忽然开口而笑 伸手探出去 在滔贴那粗糙的头上拍了一下 滔贴的口中发出一声低吼 四只眼睛瞪着小灰 凶狠的模样 但小灰却似乎一点没有害怕的意思 反而觉得更好玩了 又用手拍了两下 发出着怪异 而带着一丝滑稽的扑扑笑声 涛铁似乎拿这猴子没有办法 打了一个响鼻 似乎是向人无可奈何地横了一下 趴了下来 不再理会小灰 小灰却似乎很喜欢这只怪模怪样的怪兽 靠在滔贴的身上动动 哪摸摸 那是亲热的样子 那个神秘的少年 从这两只灵兽的身上收回了眼光 看向鬼力 看来 他们很不错呀 鬼力点了点头 也是微微笑了一下 那少年一排身旁的椅子 其实我们两个也算是颇有缘分了 天大地大 居然在这里还能见面 兄台合不过来坐坐呢 我们喝上一杯 也好聊上几句 鬼力像正凑在一起的小灰和滔贴看了一眼 只见小灰此刻的注意力 似乎都放在滔贴的身上 他也淡淡地说道 也好 说吧 漫步走过去 却并没有在那少年身边 而是另外拿了一张椅子 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那少年英俊的脸上 有着一次淡淡笑意 伸手拿过一个干净杯子 放到鬼力面前 然后为他加满了酒 兄台来自空无一人的 匡庇小镇之上 不知所谓何事 鬼力不达 望着眼前这个少年沉声地说 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是路过此地 看到此处居然还能找到几杯残酒 便在此休息片刻 自珍自饮了 那如果我说 我也是带着这只猴子 来这里找酒喝的 你信不信 少年一正 向小灰看了一眼 忽然大笑 信哪 为何不信 来来来 你我对饮一杯 人生本就寂寞 难得还有一个有缘之人 在这天涯角落 一起找酒喝 说罢他一举酒杯 冲向鬼力 然后一眼而尽 鬼力深深看了他一眼 口中慢慢重复了那一句 人生本就寂寞 人生本就寂寞 他也忽然笑了 那笑容充满着沧桑的神色 举起了酒杯 一口眼下 一口火辣一样的酒味 从喉间直到小腹 这荒僻小镇上的酒 竟然颇为厉害 如何 鬼力一抬眼 伸手将酒壶拿过来 替两人加满了 好酒 哈哈哈哈 好 果然是好酒 那少年笑意更浓 他一拍桌子 笑声之中 这少年神情渐渐激昂 忽然大声吟道 旧时意 苍三过 还记否 伤心人 白发枯灯走天涯 一朝寂寞 患宿醉 吟道后来 他的声音转转减为苍凉 脸上竟然有着几分落寞的神色 吟霸 他低头无言 鬼力是默默望着他 将自己面前的酒杯 一口喝下 入夜 寒风渐起 寂寥的小镇上 响起了呜呜的声音 如远方有人 在悄悄哭泣 夜色深沉 黑暗如潮 将大地淹没 猴子靠在 饕铁的身上睡着了 那只凶恶的猛兽 此刻也懒洋洋躺在地上 酒馆之中一片黑暗 鬼力和那个少年 坐在黑暗之中 谁都没有起身去找蜡烛 照亮的意思 也许在黑暗中 他们仿佛才更加觉得 舒服一些吧 一整天下来 他们就这么面对面地坐着 偶尔呢 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偶尔喝上几杯酒 更多的时候 却又似乎是 鼻子勾起了心思 漠然沉思 回想着一声往昔 在这么一个清冷的夜晚 天涯海角荒庇地方 两个陌生的人 却似乎已经 相识一生的样子 淡然相处 清晨又是新的一天 三浮镇的镇口处 鬼力和那少年 面对面站着 小灰正趴在他的肩头 恶手饕餐 则跟在少年身后 一副无聊的样子 少年看了鬼力一眼 微微一笑 难得相聚 今日别过 不知何时再见了 兄台多保重了 你也是 少年似乎想起了什么 如今天下大乱 而且北方情势 越来越紧张 兄台没有意思 北上却看看热闹吗 鬼力是略感欲外 他忍不住看了少年一眼 只见那少年脸上 神情自若 似乎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意思 沉吟片刻之后 再说吧 怎么 你也对这些 争夺杀法感兴趣吗 少年只是微微一笑 却并没有回答 他一攻守 天涯路远 世道艰险 我们有缘再见 好 少年大笑 转身而去 涛铁着嘀嘀吼叫一声 似乎也在对猴子小灰 指挥一声 然后也跟上去了 趴在鬼力尖头的小灰 颇有几分不舍 对着涛铁的背影 吱吱叫了几声 不一会儿 那神秘少年和涛铁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鬼力望着他的身影消失的方向 沉没了片刻 然后缓缓转过身子 面前的这座三浮镇 死寂一片 连一点生机都没有 小灰的嘴中嘖嘖两声 从背后抓过那个酒袋 放在嘴中喝了两口 昨天晚上 从那家酒馆的地窖 居然被这只猴子 又找到一些烈酒 走吧 小灰 鬼力说道 小灰吱吱叫了两声 猴子的手掌 放到鬼力头发上拨弄着 鬼力的眼睛 眺望着远方 过了许久 这才静静地说着 那里 毕竟是我们一起住过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猴子没有回答 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听懂 只是 整个清冷街道之上 似乎有寒风吹过 青云山大竹风 青云山大竹风一脉的手作 田不易 此刻正独自一个人 在大竹风的手镜堂中 背负双手 来回踱步 他的心情非常不好 脸上隐隐出现了怒容 而且还有一丝烦躁之意 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苏儒 此刻并不在大竹风上 而是到了小竹风 水月大师那 至于门下的诸葛弟子 向来对他十分敬畏 看到田不易的心情不好 早就远远躲开去了 唯一的一个 平时勉强能说得上话的 大弟子宋大人 此刻也不见身影 田不易知道那是为了什么 当下天下浩劫在前 谁也不知道 那些恐怖的兽妖 什么时候就攻向进来 他身为青云门领袖之一 自然也是为此烦恼 不过也正直因为如此 在妻子苏儒的几番相劝之下 为了弟子宋大人的幸福 田不易终于还是在三日前 去了小竹风一趟 为宋大人和文敏 向水月大师提心 不料当时水月大师 不知道吃了什么火药 一点就炸 连同时赞赏的苏儒面子也不给 更不用说 在旁边面色惨淡的弟子文敏了 直截了当的当场拒绝 并且冷言冷语 讽刺田不易 田不易是何等性情呢 哪里还不勃然大怒 在小竹风山头 就和水月大师吵了一架 险些动起手来 最后还是苏主 勉强将他拉回大竹风 而水月大师 也是被一种弟子跪着 给拦回去了 这一闹回来之后呢 宋大人自然是沮丧无比 垂头丧气 整天一张苦瓜脸 田不易本来心情就不好 一见到他这副模样 更是恼火 接连骂了他好几回 说是没老婆就没老婆 你潜心修道吧你 将来说不定啊 你还能因祸得福呢 宋大人自然不敢顶撞恩师 但口中唯唯诺诺 不以为然的表情 却写在脸上了 显然是对小竹风的文敏 念念不忘 这田不易看得眼中更是生气啊 骂得就更狠了 到了最后 宋大人几乎是像怕了猫的老鼠 整日东躲西藏的 不敢再见师父了 这一天 苏如早早出去 特意叮嘱田不易 自己到小竹风 劝劝水月师姐 田不易是冷横几声 冷言冷语地讽刺了水月几句 苏如也不理他 静止去了 留下田不易一个人生之闷气 不过临走的时候 苏如私下和田不易说了几句话 却让田不易有些明白过来 水月这个女人 为什么那天会如此的蛮横 其实啊 原因很简单 听说咱们去的前一日 就是陆雪奇回山那一天 水月师姐单独召起了陆雪奇 说了好一阵子 但结果不知怎么了 陆雪奇被师姐重重择罚不说 连带着其他弟子 也都被骂了一遍 田不易外表虽然木讷 但他绝对不是迟钝之人 片刻之后便反应过来其中原有 只是在苏如走后 他每每想到 自己居然送上门去给人侮辱着 这口气啊 当真还是咽不下去 气鼓鼓的 难以忍受 可是弹衣赫磨心 钝之人 总换 连判 靠 靠